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trade的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love floor stock 这个love floor stock,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但是呢相信你一定会看到过有一些股票呢 一些penny stock从1块钱以下升到了140块 甚至是3块钱升到了50块几天之内 你的小我看就可以暴涨 这些股票都有一个同样的特性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我们的daytrade的世界里面呢 它叫love floor stock 那到底什么是love floor stock 我们在stock market里面呢就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market,就是一个市场有买有卖的 所以它的价格呢,它的市场是涨还是跌呢 就完全取决于它的supply和demand 那这个supply和demand的话 如果成了正比的话 那它的这个stock price呢 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波动 它一般都会走sideway 那如果是说demand非常的多 但是supply不够的情况下呢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股票会暴涨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股票呢 是没人要买的话 那这个股价的话就会很低很低 大概这个不知道大家在买这个股票之前 有没有在这一方面想到过 可是呢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个叫做love floor的话 那多少才算是love floor呢 一般来说是10 million share才算是love floor 那这个我们要在哪里去找呢 很简单 你呢第一可以在你的platform上边 你去train你的股票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love floor stock 这个flow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flow是多少的话呢 你看到了之后呢 你就要去想说 一般来说这个stock在做offering的时候呢 它有两种stock 第一种呢是你受限制的stock 就是说你可能在18个月24个月之内是不可以卖的 为什么呢 可能有一些员工的股票 甚至有一些warrant 有一些提前签的一些合约 是你在一定的期间内不能卖的话 不能在公开的这个public去交易的话 那就是受限制的一些股票 那没有受限制的股票的话 如果是说我们非常非常的少的情况下 那你就会想到了今天我有两只手 好吧 那大家都来抢这两只手的情况下的话 那这个价格就会升得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今天我有两万只手的情况下 当然这个手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低了 那我们到底如何计算这个股票是low flow 还不是low flow呢 一般在我们那个platform上边看到的呢 是我们的total offering的这个stock share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要回去它的SEC的filing上面看得到说 哪些share是现在不可以买卖的受控时间是多少 那我们用这个total的share减去受控制的这些share的话 那就得出来了一个share amount 那这个share amount呢 就会如果它是小于10million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说是low flow stock 那low flow stock最迷人的一点 就是说它可以非常的easy 把你的这个股票带你上天带你上火箭带你上星球 它真的可以从这个one cent或者是甚至一块钱 帮你升到140块啊 甚至升到更高更高 我也有去过这样的low flow stock 但是呢如果你的技术不好的情况下呢 你是跟不上它的这个升天的这个速度 对于这个low flow stock呢 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做多一个是做空 也就是long和share 这两种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操作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今天long这个stock 做多这个stock的话 那你提前呢要查一下这个stock是多少flow 如果它是低于10million share的话 那我们可以第一个条件断定它是low flow stock 满足这个要求 如果它最近有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的话 那你就可以提前的买不进去 然后呢等着它带你去上天 到了一个程度你就全部的卖掉 那我们真的是就把我们的小碗产就真的就翻倍了 那如果我们是做工的情况下呢 那你就要等到它已经上天之后 上天的那个点我们买进来 然后呢一定会跌下来的这样的股票 所以它就跌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buy to cover 再把它卖回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赚这个差额 所以呢这个low flow的stock呢 我们不管是在long side和这个share side 都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哦 所以呢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点赞评论 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